旧国团花莲县团委会在寒假期间开办 111年小小博士冬令儿童研习云 安排了DIY远期课程抑制游戏体验 精彩丰富的冬令营活动 欢迎乡亲可以前往报名 寒假期间即将到来 旧国团花莲县团委会也进行安排丰富的课程 有自然野区DIY 创客手工艺 烘焙绘本制作 也有安排游戏的课程 需要让小小博士们用游戏的方式 达到娱乐的学习效果 本次小小博士尹的课程 我们规划从1月21号到1月28号 我们全程7天 那我们这次配合108年的课纲 世信扬才 终身学习 那我们这次也有规划很多新的课程 像是创客手工艺 还有小小城市设计师 希望小朋友从实作中 可以提升持续力以及观察力 那在实作中可以得到很多 不同的学习 那我们也有在新增了自然野区DIY 那这个课程会是教导小朋友 让他们知道 认识各种不同的原住民野菜 那透过这个认识野菜 然后去观察野菜 然后让他们在画质上面作画 那可以提升他们的关注力 以及他们的那个作画的想像能力 那我们这次其实也有在规划其他应景的 随着我们年节到来 有一个应景的课程 像是年节的花卉手作 然后还有年节的红包 可以在他们春节的时候 可以带给家长一个不同的回忆 那个烘焙小学堂 对还有会带小朋友做一些团体的活动 那就是希望可以提升小朋友在 从课程中 然后培养他们的团体的 提升团体的人际能力 救国团本次安排很多新的课程 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前来一起体验 救国团花龄中生学习中心新政员林高峰表示 虽然寒假期间是相当的短 不过救国团花龄中生学习中心 也贴心的安排活泼性 知识性的课程 也欢迎向前来报名 而报名的撰线为03-8323-123 分机为237 林小姐为大家服务 接着请欢迎黄师妹老 谢谢大家